今天晚上要來明雄鏘 我們都知道雞蛋糕是用米粉做的 但是明雄龍飛鋼正班 運用明雄出生的白米 將它沒成粉來代替米粉製作雞蛋糕 當時已經發生用米來製作其他的產品 要為明雄地區所生產的米發出名號 大家出的雞蛋糕是旁邊說說 而且蓬鬆的外表看起來感覺很好吃 但是不說你不知道 我們說雞蛋糕不是用米粉做的 是用在吃的飯的白米 不先粉塑製作理性 它這款的創意是來自明雄龍飛鋼正班 而且做法是很簡單 因為我們買米很簡單 要怎麼打 就是說用咕嚼雞就可以打米打嘴了 我們就用一些食材 我們可以用烤麵包機的烤 烤我們就來做 所以說這個東西很簡單 口感味比較好 而且它這個米吃起來就有QQ的又很細 所以吃起來口感完全都不一樣 而且有米香味 烤起來的話它米香味很香 就是有多了一個米香 對對對 而且它又都不加一些化化學的香料 純粹我們是靠檸檬皮加下去 然後去蛋的腥味 完全都不加一些化工的原料 明雄龍飛鋼正班標示 每年都會推出到不同的客廳 對九十八年的中式餐店客廳 九十九年的中式米西加工 到今年的生意式烘焙 學官兵修師 獨多人士對客廳所改的料理 來做研究到新的創意文化 這個米蛋糕是我們自己研究出來的 不是請老師來教的 我們自己加徵班自己在創新方面在研討 那我們慢慢會很多系列的產品 像米蛋糕啦 米麵包啦 還有那個起司啦 我們會把它應用到說 向人家喜事我們送這個 還是我們開會的時候用來做西點麵包 像是傳統的米粉收藏的蛋糕吃生了 民眾不放在家裡 愛我來做米蛋糕 吃不一樣的口味 這就是文章開發口咬給米香香菜